十一点一到民众紧过号码牌 一个接一个进到百货内 目标锁定桌上跌高高的高饼 因为台中知名蛋黄苏名店 博尔高饼从二十六号开始 在台北百货设置快闪店 一早民众顶着艳阳排队 因为快闪第一天上千盒高饼 不到半小时通通受光 而来台北快闪的不止一家 像是陆港新口味蛋黄苏 被网友封为一身必吃 将来九月北上台北和新竹快闪巡回 同样来自彰化的邻近高饼铺 台北快闪已经进入倒数 想来点别的口味 香港的美心月饼 八二十六号也在百货抢先机 民众两只手臂又好又满 台北加德凤梨苏也是全力备战 不过民众太热情了 工厂无法及时满足所有需求量 因从二十七号开始 凤梨苏系列限购五盒 大概是九点的时候到的 然后现在排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那今天主要是来买凤梨苏 就是送礼给客户这样子 凤梨苏昨天已经买过了 今天主要就是来买那个 太阳饼跟奶油饼这样子 上的话凌晨就开始上班 早上我们都是二十小时全力生产 来到另一家白年饼店台北离记 今年特别吸手美国知名艺术家 设计超模礼盒 你看兔子头上顶着蛋黄酥气 而戴上柚子帽 童趣又应景 中秋节即将到来 除了烤肉团圆外 蛋黄酥大战也陆续上演 三地区网上一地区台北最好报道